你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北新闻网 我是林郑杰 新闻首先要带你来看到是 淡江大桥第三标主桥段工程 历经了七次流标 在今年三月份交通部公路总局 将总经费增加到125亿元之后 才在第八次开标的时候 由国内工程大厂工信工程 以最有力标得标 但中央跟市府为了这一笔多出的经费 由谁出 双方瞧不拢 对此新北市议员都表示不满 大桥第三标主桥段工程 历经七次流标 今年三月交通部公路总局 将总经费增加到125亿之后 才在第八次开标时 由国内工程大厂工信工程 以最有力标得标 原本第三标工程 预计在今年六月开工 却因为经费谈不拢而延宕 但根据新北市政府资料 当初行政院核定 但将大桥工程经费为154亿 但杂哈哈地设计 原本双塔改为单塔造型 有比较美观 但是也许得建筑难度 与经费提升 结算后整体工程经费为 211.94亿元 共多出了57.64亿元 中央与市府为了多出的这些经费游协出 双方桥不拢对此新北市议员都表示相当不满 我希望我们的上级指导单位 我们的中央单位 不要为了某一些的事情 然后来延淡我们淡江大桥第三标的这个建设案 这个开发案 因为前瞻计划 8800亿的这个前瞻计划 如果在我们淡江大桥第三标 多出了50几亿 再以我们中央来讲不算什么 所以中央这一方面希望能够促成 尽快的促成淡江大桥的第三标的这个完成 不要让我们的民众齐齐服务 希望又失望 因为淡江大桥现在已经标出 几标都标出去了 现在这个标 你再怎么辛苦 再怎么要投授钱 还是要追加预算 当初在标的时候 是你没追加预算出来给人家标的 标到人家在想的时候没有钱 这不是闹笑话吗 对地方上新北市政府 还有营建署还有交通局 各分担你就要去分担嘛 你在什么都要花钱 什么都要花 池水洪水什么 为了淡水的交通塞得那么厉害 你要积极去做 议员正在立香表示 这多出的经费应该由中央来支出 他表示前瞻基础计划 都有多达8800亿元 对于这57亿元来说应该可以支付 而另外蔡景贤议员表示 对于这么大的交通建设 新北市府中央公路总局 以及营建署 三方竟然可以因为为了经费分摊问题 而让工程延宕 他痛批根本是闹笑话 此外议员蔡叶伟说 如果用扎哈哈地的设计太困难 经费太高 那改回原本最基础的设计 以桥梁最基本的通车为出发点 也可以解决问题 虽然扎哈哈地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国际的设计师 但是因为他的设计的难度 也增加了经费 也增加了工程的难度 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子这个 查阿地这个案子要一直走下去 还是我们改成是一个比较平时的 安全的 稳固的 但是价钱不必这么多的 我觉得这个都应该在这个时候 大家来重新思考 因为我们这个 淡江大桥侨胜是国际标 所以他增加了58亿的这个预算 那当初呢一开始全部淡江大桥的经费 就是由公路总局 营建署跟新北市政府一起来分担 那这个增加的部分 如果新北市没有办法负担的话 就变成是中央要来协调 那我们希望说这条桥 不要因为能不能分担的问题 导致他的工程再继续延宕下去 议员表示用国际标杂哈哈地的设计 导致经费超过 是否能够改回原本的设计 但这些都是可以考量的地方 而郑宇恩表示 面对经费的操支 都是中央必须来进行协调的地方 别让都飙出去的工程 一拖再拖 记者是团队的学材方吧到